字幕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它现在50天线是$125的位置 如果你升出$122 就去买 就怕会到时候突破不到50天线 就回怨了 那你可能就没肉吃 不過你自己想 如果你覺得它 突破50天線的信心是大的 如果看回剛才可能化成都能夠突破50天線的 我覺得你甚至是現在買定來等再買低 比現在19個多 比122個多 因為122個多 那個老實說 你問我是不是一個去確認叫做升穿 而是一個確認上升的信號 我是覺得不是的 因為一個位置就是潮污濕天線就是125 另一個位置就是8月25日的反彈高位126.5 如果你說要很play safe的 真的拿一個確認升破的信號 應該是要升破126.5才去追入 但是如果你覺得它接下來都會有機會 因為可能化成都率先升穿了50天線 那我就沒有理由它這麼大隻 一向都是龍頭的 會落後呢 那你現在這個價買就比122個多買呢 你還不可能買便宜這個3元 那當然它未突破之前 你可以的策略就是分住 就是買住這個價位買住 到時真的突破了一條50天線125元 你再加住 那你平均價其實和122、122、123差不多 現在都是50.7左右 動力又不算太強 黃師傅如果你自己判斷的話 會不會其實陽明生物這一圈 突破50天線的機會都不算太大呢 如果從它自己的RSI 你也都說得沒錯 RSI通常走在股價的前面 RSI都還沒有增強 它又暫時看不到它有很大的機會 突破50天線 純粹就是拿一隻3759 就是康龍化成者說 它都可以率先突破了一條50天線 而若明的走勢跟它同步的話 因為市場一向的看法是優於康龍化成 若阿爾也走了 那你是搏 阿爾也會跟著 阿大也會跟著阿爾走 立即讚好、訂閱 和追蹤我們ETNET所有的平台 投資路上 ETNET會和你一齊並肩作戰 謝謝 謝謝